中方已就美国再次更新半导体出口管制规则 制裁中国企业 恶意打压中国科技进步 提出严正交涉 我要重申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放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对中国企业滥失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这种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 扰乱全球产工量稳定 损害所有国家利益 中方敦促美方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 并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